遊覽車行駛在路上卻越開越偏 還度跨到對向車道 嚇得對面騎士趕緊閃躲 只是下一秒意外發生了 遊覽車直接撞上路旁車輛 強大的撞擊力 車子不斷往前滑行 好幾輛車撞成一團 遊覽的意外 車上沈沛嚇得驚聲尖叫 這一撞遊覽車擋風玻璃碎裂 右邊車頭也破了一個大洞 被撞汽車也很慘 黑車車尾直接被撞爛 保險桿也掉落 還有車輛甚至連後車箱 都被撞到掀了起來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大 回到事發現場 沿路都可以看到碎玻璃 以及車殼零件 被波及的汽車就停在路旁 等待後續處理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新竹縣 寶山鄉 已經男子開了接駁車 準備在35名移工上班 他們從宿舍開到科學園區時 半路駕駛一次謊神 一連撞了7輛車 導致他頸椎受傷 車上乘客並沒有大哀 本分局員警於現場 當場就立即實施交通疏導工作 那後續處理完畢之後 以恢復通行順暢 結果酒測的駕駛並沒有酒駕 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有在警方進步調查釐清 只是員工上班途中 卻遇上車禍恐怕已經嚇壞了 在這新聞張花玉黃正傑新主堂報導